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思 今天是来自于端正记得汉服测评 这边是它的四套汉服 包括两件麻面,一件凹子跟一件利林 然后我还没有拆开过,要跟你一起拆开它 我们现在打开一下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件凹子 然后是粉红色的,然后上面是瘦桃的纹路 你们能看到 然后是一个这样的凹子 它穿在身上呢,然后整个感觉是比较显白的这个颜色 然后它的版型的领子也是比较硬挺的 然后它的花纹就是祥云万寿纹 然后桃子的图案,应该是这么叫吧 然后它的面料其实是比较轻的 然后整体不会觉得这个凹子会有重量 然后现在的温度大概有26度左右 我觉得有一点点热 但是整体还是可以接受 我觉得到秋天应该就挺合适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二箱 第二箱是它的一个裙子 是蓝色的,图案跟我身上是一样的 是一个织巾的马面裙 然后整体的垂坠感也OK 重量也没有很重,也是比较轻的 然后颜色倒还是挺高级的 然后整套穿上去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它现在整体我穿在身上觉得是比较轻的 凹裙 然后我觉得它上凹是真的在织巾里面是比较轻的面料 裙子也比较轻 然后它整体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我们近距离看一下它的裙子的图案 其实它在灯光下是会有一点点泛金光的 而且这个蓝是比较高级的 然后版型整体也是还蛮服贴的 转圈圈的话问题不是特别大 走路的话也还蛮蛮顺的 不会觉得说太重啊或者是不方便 布子也是可以夸得比较大的 那我觉得在明智的偶群里的话 这一身算是比较实用耐穿的类型 而且颜色也还蛮经典的红蓝配嘛 我们来看看它另外两套是什么 这是它的另外一套 好我们正好一起打开看一下 这一个是看起来很大件像是压轴 那我们最后看它了 我们先看这个 这也是一个麻面 然后颜色变得小清新了很多 是粉蓝色的 然后刚刚身上这件是深蓝色 然后这件是粉蓝色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深蓝的这个 我觉得比较高级 粉蓝的这个重量要比这个要重 我觉得这个面料可能 可能差蛮多的 差三分之一 这件明显会重很多 然后这件我比较喜欢它很轻 那我们这一套就这样穿 它们是一起穿的 我们看一下最后压轴大戏是个什么 压轴大戏是个什么 好金喔 它是一个这样子 然后像是一条龙 然后是一个立领 很好欸 这个跟我的这个裙子好配喔 都是蓝的 然后它整个很富贵的是一条好大的龙 好大好大的龙 我们我们穿上看一下 它穿上的话就很富贵 然后现在整个人整个气场是很足的 就你往那边一坐 然后都是那种很端正的 你一个人可以就是正住全场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衣服出门不太方便 但是有一些重大的场合啊 哎 手都出不来 典礼啊 祭祀啊 什么穿这个都是可以正住场的 然后这衣服整体的重量呢 比刚刚那件要重 但是它整体的气势呢 更俗一点 那唯一的缺点呢 是我在这边看到了一个线头 一根 但是自己可以修剪一下 然后除了这根线头以外 那整体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 然后我觉得 因为我之前买过空闲丝的那个夜伞 然后重量是这个的两到三倍 就这一件已经是相当轻便的一件了 我觉得在礼服里面算是比较轻的了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 那这一套跟刚刚那一套 你更喜欢哪一套呢 前世之来者 掌心可乐 你眼中眼波滴落一滴抹 我 若佛说了 放下执着 我才能不能不幸去 如何 一生到你我就 我 憾不得 肝不得 我 我 war 球 Wu 花 心酸多肉 玩花影中有 Wu 花 心酸多肉 玩花影中有 Wu 花 心酸多肉 太像山梦球 Wu 花 心酸多肉 玩花球